1966年8月 盛夏的焦阳点燃了红色的火焰 年轻的人们放下了手中的工作 扔掉了家里的课本 冲上街头纵情地燃烧自己的青春 1968年12月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号召 他表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背上了背包 带着一颗滚烫的心 奔向祖国的各个角落 他们希望自己的梦想 可以在那片并不肥沃 但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纵情地怒放 1969年11月 火车站台 熙熙攘攘的人群和阴暈的蒸汽 驱散了深秋的两意 王爱国就那样安静地 笔直地站在人群中 像一尊庄严肃木的雕像 然而他心中的血却咆哮着 翻腾着 他知道 他的时代 也许就要来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星月彬彬 朱雀成 斯刀徽章 斯烈报 腾心 欢迎收听 北斗企鹅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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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广播剧 怒放 今秋十月 与您不见不散 敬请期待